接上级通报 一号任务区遭毒气污染 地级前出 进行处置 在沾染地域 记者看到 防化兵迅速穿戴好重型防护服后 背负将近20斤的氧气瓶 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 开始侦毒作业 训练场地里设置了沙林 介子器 VX等多种模拟毒气 防化兵们不仅要快速侦测出毒气类别 还要准确标示出染毒区域范围 我们首先要开展限期证查 监测毒气云团的扩散方向 而后利用沉测证查与突破证查 先结合的方式 进行确定染毒边界 并同时收取染毒验品 送至野生化验室 进一步分析化验 侦察取样后 化验分队快速展开毒气化验 确定沾染性质及边界后 洗消分队随即前出洗消 洗消完成后 官兵对沾染区域进行二次针检 确认不留死角 这次综合演练 我们最大线路还原真实战场 通过多科目的连贯演练 全面锻炼了官兵的专业能力 为下部遂行多样化任务 编定了基础